在上一节思维漫游我们介绍了一个所谓的叫做altruism 就是这种利他主义这么一个概念 这概念实际上就说的简单的话 就是它是以那种相对于我们今天知道的那种人最差的最坏的那一方面的一个相反 就是它是相反于自私自利损人不利己 或者是损人利己或者是我以为我中心 所有这些概念的正好相反 那就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 比较这个不管是从宗教上还是从非宗教的这种世俗化的这种理解上 altruism都是一个高大上的这么一个理念 那么这样一个理念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自然就想着应该只有人才有这种行为 而这个动物不应该有 而我们上一节已经说了 实际上在动物界这种情况是广为存在 这种广为存在实际上它在英语里有一个词叫biological altruism 就是叫做生物界的利他主义 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这里面就是不同的动物的这种行为 我们大概去介绍一下 我们想通过这些 就是继续的去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 就是人的这种道德观在最底层 实际上在生物界也有 只不过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状态 而这种原始的状态是如何过渡到人的这种 比较抽象的带有哲理性的这种道德观的 好那我们还回到这个生物的这种 这种利他主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生物行为 在自然界呢 这种生物的这种利他主义行为 实际上在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广为存在尤其是那种比较高等的动物 OK 在人之下的高等动物 那当然我们说高等动物 那就是各种猴类猿类 OK 就是猩猩猴子 而这些这些动物呢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 就是比较典型的 一个就是这个Bernobos Bernobos就是猿 叫做窝黑猩猩 就是那个黑猩猩的一个近亲 也是在非洲 他呢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自然界呢 据说是 科学家们已经有过这种记载 就是说这个窝黑猩猩曾经有救助小孩 人的婴儿的那么一种本能 就是一个小孩受到一种什么威胁 他就可以情不自禁的 就过去去把他救救助一下 或者是把他援救一下 或帮助一下 这是一个就是很显然 这个Bernobos他不会蠢到 连都看不到了 这个前面这个 一个人的婴儿 不是他自己的孩子 但是他仍然有这种行为 然后其他的猩猩猴子呢 实际上呢 在这个 他的部落里面 就是在非洲原始森林的研究 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各种各样的那种 就是那种 怎么说那种 那种调查实验吧 都能看到 就是这种猩猩猴子 他们的每一个血亲部落里面 实际上都有各种各样的那种 配合 协助 甚至呢 形成结盟 就是血亲之间 就有一种结盟的关系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他这种 这种结盟配合 常常都带有一定的 利他主义的 或者是无私的 那么一种成分 他这种结盟 主要目的就为什么呢 就是为和他们共同的敌人 进行这个 争夺土地 争夺食物 争夺货物 whatever OK 在打猎狩猎 或者在其他的过程中 他们有一个 互利互助的 这么一种群体行为 我们前面也已经提到过 就是很有名的一个 就是那个 Professor De Waal 就是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这个 动物心理学家 专门调查 研究过这个猴子 我们前面讲的猴子 就是你当 你给他 给他的奖赏 和他干的事 不完全的 公平的时候 尤其看到 另外一个猴子 跟他得到不公平 对待的话 他就有一种愤怒 或者是一种表现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和猩猩 和其他的动物上的一种 就是你当对他 他特别的优待 优待于别的猩猩 别的猴子的时候 他也有另外一种表现 他觉得这样 对我 就是你对我太好了 好像对别人不公平 所以这种感觉呢 又也是一种 某种意义上 也是一种 altruism的一种原始型的表现 就是那种利他主义 就是等于是 某种意义上 我也能看到别人 或者是在别人的角度来看 这个事情不公平 或怎么样 那么还有一些 基本的这种动物的一些行为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叫Vervid Monkeys 叫黑肠尾猴 这个猴子 他的原始居住地呢 就是几年前 我还去过 就是在那个肯尼亚 非洲的肯尼亚的 那个热带雨林里边 他有一个地方叫 Amboseli Amboseli National Park 非常非常漂亮 旁边就是那个 Kilima Jero Kilima Jero 大火山 那个大火山 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有很多 那个长坡鹿 有很多大象 有很多那个 Gorilla 就是大黑猩猩 还有这个Chimpanzee 还有呢 就Vervid Monkeys 我自己还有一张照片 我会在那个视频板里附上去 这些Monkey 在树上爬着 看着很小 很小的 一个小黑三角的脸型 这个Monkey 为什么很有名呢 就因为他有一种 很特殊的一种行为 就是他在树上呢 如果见到有其他的猎物 在向他这个群体 悄悄的接近 这些猎物 不只是 不只是陆地上的猎物 陆地上也 因为他有时候也在地上 也可能是树上 其他的 其他的原类 OK 比他大的 可以把他吃掉 或者是大的 因为这个猴子很小 还有那种大的鹰 还有那种各种 大的蛇 各种各样的蛇 在这个树上 悄悄地接近 他的这个同伴 或者他的这个族群的时候 他都会 马上就会 第一个看到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叫的声音 这个声音 一叫完了以后 所有的他这个 这个 这个Vervid Monkey 这个黑肠尾时候 就全都马上开始 四分就开始躲避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想一想 叫的这个 这个猴子 实际上 他最早发现 他叫的时候 他的 他实际上 他有两个可能性 一可能性呢 就是站着马上 就是大声的叫 他一叫的话 实际上 他的这个 就暴露他自己的 这个轨迹了 那就是他可能 被攻击的可能性最大 而这个什么呢 而他如果看到以后 他掉头就跑 他自己先跑掉的话 实际上呢 他有可能生存的概率 会更高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能看出来 这个猴子 这个叫的这个行为 实际上是一个利他主义 他因为在承担一个 多 更多的一个小小的风险 来援救 他的族群里面 其他的成员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在我们人的理解上 很容易理解 这是一个很勇敢的 这个什么小孩 或者一个勇敢的成员 他为了 为了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什么 他去帮助别人去 这个提供警告 是哨兵一样 但是在动物界呢 这显然就是一个 从动我们完全 从动物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 显然不是一个那么 很轻易的 就所有动物都应该有的行为 一般的一般动物 一碰到情况 撒牙就跑 OK 你那个那个 他不是在那先去叫 所以呢 这个黑肠的猴子 这个特点很有意思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海豚 海豚实际上是 大家知道 是是是已经多次被看到 在这个人 在游泳的时候 或者是狗在游泳的时候 几乎被淹死的时候 他从突然冒出一个海豚 就把他给救起来了 给拖起来 然后给他 给他拖到岸边 然后就怎么怎么样 就给救下来了 所以人上 这个海豚和人上 大家这有一种很 很亲密的一种感情交流 海豚是非常聪明的 非常非常聪明 海豚的这个智力 据说比很多的 也这个猴子都 primate都都要高 那么这个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这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海豚呢 因为他的智力非常高 而且他的那种社会行为 非常强 有很强的社会行为 这两种 这两个因素呢 就使海豚呢 可能对和人的 这个和狗的这种 陆地上的这种动物的 有一种那种 一种原始状态的 一种社会行为 那么这个可能 也可以解释成 是一种利他主义的 一种一种原始表现 还有呢 当然这个当然是 海豚这个表现 并不是对了 他海豚自己的成员 而是对了一个 完全是在和海豚无关的 另外的一个 一个一个种 一个物种的一种表现 还有呢 就是humpback whale 就那种那种 就是鲸鱼里的一种吧 一个那种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humpback whale 他呢 有一种什么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他的这一个 这一个小群里 一群这个鲸鱼里边 如果有一个受了伤了 因为这个 whale 大家知道所有的鲸鱼 他实际上都是陆地上的 哺乳动物 进化到海里边的 实际上他是哺乳动物 他是用呼吸空气的 实际上他的这个四肢 他的这个各个那个 那个山水的那个四肢伤 都是你解剖开 都是有原始的那个 四肢的骨头 手骨的脚骨的 那个形状在里面 埋着的 但是呢 先说到这个humpback whale 他的成员里面 如果有受伤 不能长 不能完全的浮在水面上的话 如果这个 这个部落里面 其他的 whale 不去帮他的话 他就会被淹死 尽管什么 他也会被淹死 所以他就会有不同的 就是轮流直斑 把他拖在那个水面上 让他那个出气孔的 能够在水面上出气 换一口气 然后再让他下来 换一口气 再让他下来 这样他就不至于死掉 这个想象又是一个什么 互相补助 互助 互相或者是力达的 这么一个动物行为 是humpback whale 还有一个呢 他可以去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killer whale killer whale 大家是那种 那种虎杀精 还叫什么 就那种黑白道 黑白相间 那种很漂亮的 在那个游乐园里 经常有的 那个killer whale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猛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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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面吃 那个 那个海豹 就是seal 吃海狗海豹的 那种 那种 那种动物吧 humpback whale 他可以去救 那个被killer whale 吃的 那个seal 他可以去救 这个 这个本身呢 又是一个 很奇怪的一种动物行为 他为什么去救他 当然他自己不是去吃他 他为了 为了为什么要救他 这和他 也没有什么别的关系 这都是动物上的一些 很 就是很原始的 这种利他行为 同时呢 又很 让人出一看 有点不可思议 鼠类 各种各样的鼠类 也有类似的 就是在这个 一些动物实验里边 这个 他把一个老鼠 放在一个水池子 一个水盆里面 几乎快淹死 然后呢 另外隔壁呢 有一个小门 这个小门呢 就是那个老鼠 把这门一开 这个被淹的 这个老鼠呢 就可以从那门里逃出去 那个旁边的那个老鼠 基本没有任何的 基本没有例外 都会去尝试着 开这个门 让他被快 被淹死的 这个同伴 从这个门里面 逃出来 OK 不然的话 就会在那水里面 就明明天 会被淹死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救死扶伤啊 就是把他的这个 一个老鼠 去救一个老鼠 在快淹死的时候 所以不管是老鼠 当然在这以外呢 就是不管是老鼠 还是什么猴子 猩猩 还有什么其他的 高等的哺乳动物 常见的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去帮助 他的这个群体里面的 幼儿 婴儿 小孩的 那种抚养 去帮助 OK 就是说 这个一个老鼠 可以去喂养 另外一个老鼠的 下的小崽 或者是一个 这个猴子 猩猩去帮助 去喂养 另外一个猴子 猩猩下的小崽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我这举各种各样的例子 就通过这例子 我们能看出了动物 这种利他主义 上是利他行为 是多种多样的 还有一种 蝙蝠 这种蝙蝠呢 它叫Vampire Bat 它上是靠吸血 从牛身上 从这个动物身上去吸血 然后晚上去吸血 然后以这个摄取 它的营养的 但是呢 它晚上呢 这个蝙蝠呢 一去一窝蜂的 从动物里出去以后呢 它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成功的吸到血 回来以后呢 有些蝙蝠 吸到很多的血 有些蝙蝠就空腹而回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吸到很多血 它一般 它就会再把它 肚子里吸到的血呢 给吐出来 吐的给那个 没有吃到血的 那些蝙蝠身上去 然后那些蝙蝠呢 同时呢 就逐渐逐渐 就等于是 没有 不会被饿死 当然 你过一段时间 有可能相反的方向发生 所以这种利他主义 你可以想象 显然对于那种 吃饱了喝足了的 血的那个 吸完了血的那个蝙蝠 来讲 吸血的蝙蝠 它就叫Vampire Bats 对它来讲 它没有必要这么做 但是它仍然是这么做 这显然是一个 就是从我们直接感觉的 它这样做 是为了帮助别人 它为什么帮助 另外一个蝙蝠 OK 鸟里边 鸟类有类似的情况 一个鸟孵的蛋 可以在临时的时候 被另一个老鸟接过来 好像在企鹅里 也有类似的情况 然后去帮助他的这个 同伴去抚养 他的小这个鸟蛋 或者是保护这个鸟 鸟窝不被这个 其他的这个动物 或其他的东西 被被破坏掉 会会给抢走 不管是还有其他动物 那就是这个狼了 还是凯犹体 凯犹体就是那种 豺狼野狼 就北面我们这附近都有 打相都有这种类似的 这种altruistic behavior 都是这种互相帮帮忙的 这种这种特性 互相协助 互相帮忙 那我们就说 这种高等动物 那再往下 最低等最低等 那甚至就是各种各样的 那种那种蚂蚁 这个马蜂 各种各样的蜜蜂 马蜂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这种木蚁蚂蚁 实际上它都有一个 很清晰的 altruistic behavior 这种altruistic behavior 和我们刚才讲的 有点不一样 它的behavior就是分工 就是那种 有的是专门的是 那个专门是工作的 OK 那种workers be 他各个居上 都是没有繁殖力的 然后就共同去养 那个queen 养那个蜂王 然后呢 去然后去 使这个蜂窝 那个构建蜂窝 同时呢 去保护这个蜂蓝 所以这些行为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 等于是 那可以说 我们今天看 就很显然是 被深深的编入了 它的基因 就是它的基因里面 就要求它就这么做 因为这个这样做的话 使它整个的这个 这一群马蜂的 这个基因库 可以完整的 我繁衍后代 那么 我讲了这么多例子 不管是哺乳动物 高等哺乳动物 它实际上也有这种行为 只不过这种行为 你从基因的角度讲 就有一点点 看着有点 稍微距离远了点 但是在底层 我们可以看到 这后边像都有一些 biological reason OK There is a biological motivation for such behaviors 像这样的行为上 在后边都有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生物的进化的 那么一个基本的机制 在驱动着 那就说 那是怎么样驱动 就是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机制在驱动 我们怎么样去进一步了解 这样的一种 动物生物之间的 这种利他的行为 和互助的行为 和无私的行为 甚至带有一点 小小的自我牺牲的行为 那在这种进化 生物进化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上一节我们讲到 通过这种 这种 进化论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 这个这种行为 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 它主要因为什么呢 这样的行为可以改善 或者是提高 或者是提 它的什么 就是它的这种 reproduction fitness 提高它繁殖下一代 延续它基因的概率 OK 这个这个概率提高呢 现在就是question 就是怎么样提高 是提高你的家族的概率 还是提高你整个物种的概率 那这个后面 我们会提到这种这种区别 而这种 这种利他行为 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可以看到 从前面看到 某种意义上 它都有一定的代价 你去干别的 你比如说你去一个小鸟 去帮助另一个鸟 去敷那个蛋 或去保护另一个鸟的那个 那个窝 或者是你一个 这个这个吸血的蝙蝠 把自己晚上得来的食品 全又吐出来 吐给另外一个 这都有代价 因为这个代价 就是你的 你干的 做的事情 给你自己带来的回报 没有百分之百 你等于把它又报给别人了 回报给你的其他的成员了 不管是老鼠 还是什么狮子 还是大象 都有类似行吗 那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任何时候你自己消耗的能源 因为你去打猎 你去采物 采食品 或者是什么 你得到的东西 没有完全被你自己用掉 你把它分给别人 某种意义上都是对你自己的一个 能源消耗的一个损害 就是效率降低 那这样一个能源消耗损害的降低 实际上严格来讲 就是对你的后代繁衍的概率 有一个小小的虾条 因为所有的物种繁衍后代 他都是说到根底就是什么 从自然界摄取你的能量 通过你的能量 再去制作你的 或者是再去产生你的下一代 因为所有物种的繁衍的过程 就是一个摄取能量 通过能量去繁衍下一代 而你这种能量没有被百分之百的自己用 而分给别人了 实际上等于是在某种意义上 对你繁衍下一代的成功率的一个下调 一个下降 而这样的一个 从纯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显然这个是有点违背进化论的一个基本概念 但是还是回到我们讲 这个一个下调带回来一个什么 带回来一个回报 这个回报不是回报给你一个个体 而是回报给你整个的这个族群 不管是你的血亲族群 还是你整个这个物种族群 这么一个回报 使你整个族群的整体的繁衍下一代的概率 得到了一个提高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样一个利他主义的行为 实际上在这个reproduction success 因为所谓的reproduction success在这里边 完完全全不是局限于你一个个体的基因 而是你这个族的就是你这个物种的基因 或者你这个族群的基因的一个健康状况 你只要族群的基因非常健康 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家互相互助 互相帮忙 使族群的这种基因库可以健全的繁殖下一代 这样的一个特性一定是一个好的特性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个体 个别的个体可能会因此受到一些负面的损失 那下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如果是我们用这种自然界选择 就是natural selection through evolu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进化论的这角度来解释 我们能基本看清这个原理 那下面就是下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选择natural selection 到底是怎么样去选择的 就是怎么样 你是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机制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 促使你形成 促使这个物种或者这个动物 形成一种利他的行为 那么这种选择呢 实际上就是有几层 有可能你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 一个呢是完完全全 那是一种自我的选择 就是我做的一切事情 就是为了我个人自己的繁殖率的成功来做的 就是以我这个individual繁殖 有利的我去做 不利的我就不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显然我就不可能是一个利他主义的individual 我不会去为别人着想 我只为我自己着想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自然界中就不可能有任何动物 有利他的主义的行为 显然that's not what we see 就是我们在自然界的动物中 我们看到的确实有很多的利他的行为 那这样的说明什么 就是所有的这种个体 一个物体一个动物 或者一个物种的个体individually 他完全自私的为自己的个体的基因 来来来这个繁殖下一代 来来驱动他的行为 这是不成立的 那么还一个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个group level group level就是群体上的这种选择 所谓群体上的选择呢 就是你呢 对你的这种 整个群体里面和你 即使是血亲 要求不高的 ok 要求就是血亲 没有直接联系的这些成员 你也对他有一个利他行为 如果一个群体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成员 他都有一个利他行为 另外一个群体 没有利他行为 imagine啊 现在假设两群两两两组猴子 ok 一个猴子在有有有有有20只 有一百只 ok 另一个猴子也有二只 另一群猴子二十只一百只 而这个第一组猴子呢 他生活在他自己的群体里 第二也生活自己群里 但是第一组群体里的猴子呢 都特别的自私 每一个人就是为了自己好 ok 互相也不帮忙 而另一个群里面呢 猴子互相有一定的帮忙的 这种altruistic behavior 那么在长 随着时间的延长 你可以想象这两个族群 哪个族群会更健康的发展 显然是这个第二组 就是里边的有一些 这种 这种无私的 这么一个感觉 他呢就会比较 就会比较这个健康的发展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ok 从这个角度来讲 刚才讲的verbit monkey 就那黑肠尾猴 显然他不是一个完全 自私的一个物种 因为如果他是完完全全是自私的物种 你当一个猴子看到有一个preditor接近了他这个群族群的话 他掉头就跑 ok 跑一边跑了以后再去叫 那显然他可能会活下来 但是呢 有可能呢 这样的话呢 他的对整个族群的损害可能更大 因为他的族群被别人被吃掉的可能性会更高 实际上这种behavior 我们在这个很多动物世界的里面看到 当一个什么 当一个什么 这个一个一个狮子 爬着很低 悄悄的接近一群羊 或者是一群羚羊 或者一群野牛的时候 他们都 大家都在那吃草 没人知道 但是一旦有一个知道了以后 他会会蹦的很高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其他的跟着一起就跑了 但是如果这一个看到了以后 赶紧我先溜 我也不动声色我就溜 那实际上别的那些 还在那啥啥啥样吃 那很可能就一起就被就被灭掉 或怎么样 所以这个本身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group level 就是我这种无私利他的这种行为 不一定是完全为我的自己的亲亲 我的血亲 而可能就是我的族群里面的 那以其相对呢 就是king level OK king在这里 next of king 就是什么 就是就是就是亲戚 OK king在这里就是k-i-n 是亲戚的意思 就是和我血亲有关的时候 我去帮他 OK 血亲有关的时候 我就帮他 那这个显然是很容易理解 就是说如果我血亲越近 尤其自己的子女 自己的父母 那我去帮他 无私帮他 这个实际上在今天讲 这都不能算是高德 高尚的道德 这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动物本能 或者其他的动物的动物本能 但当我们看到网上经常 我们这附近原来还有一些那些 那些mountain lion 实际上离我们这还稍微有一点距离 那就是那些mountain lion 什么时候最猛 就是攻击人最 最最这个 最aggressive 就是当你接近他的小小幼崽的时候 他那个小小小小baby mountain lion 如果人误入他的baby mountain lion 那个窝里边的时候 那个那个母亲会非常非常的忙 他可以不管不顾一切的向你袭击 这就说明什么 这就是这种这种altruism at a king level OK kin level 就是他他对你的 他对他的这个血脉是非常非常注意的 非常非常的注意保护他的血脉 OK 话题跑一下 陈云讲了 我们要给我们的血脉继承 我们的后代 将来掌握中国掌权的 都是要我们的 我们自己人的后代 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个 他的一种本能性的一个一个语言 言语评论 OK 就是等于中共将来要掌握中国政权 是要靠他的血亲来掌握 这是他们自己认定的一个底线 如果不是他的血亲的话 他不相不信任你 这种这种king selection的 实际上就是说 就是基本就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从进华论上角度来讲 非常容易理解 因为在进华论上讲 你的king selection OK 就是你的这种家族的血脉的DNA 显然是你你越近的时候 你越要保护 这时候保护你的 你的近亲的血脉的这个DNA 就好像是保护你自己一样 这个呢 从这个进华论是完全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的 完全完全可以看出来的 可以可以理解的 你如果一个一个一个想象 想象一个一个一个动物 他对他自己下来的这个婴儿 这个幼崽根本不管 下来就扔啊就不管了 他也不去保护 他也不去救 那他的后代的继承的可能性 就大大降低 还有一个可 这是一个血脉的这种利他 还有一个就是reciprocity reciprocity就是互助了 你帮帮我 我帮帮你 OK 这个呢上我们后面还会 这个讨论这个问题 这就是通过这个博弈论的角度来 来看这种 在博弈论的角度来看 互助 就动物之间的互助利他 实际上也有其生物上的一个原因的 所以呢就是当然从这几层次 不管你是从血脉的这种选择 还是从族群的选择 还是互助的选择 这种都指向了一个利他主义的优势 就是对于你的这种reproduction success的优势 那到底这几个方向哪一个更接近reality 就是到底实际上的选择 到底是哪一种 到底是在血脉层次上 还是在什么 那么回到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 Richard Dawkins 他讲呢 他说实际上呢 我们的这种 就是动物的这种利他行为 或利他的这种本能 应该只是在基因层次 用这种selfish genes 自私的基因的这叫 他不有一个很有名的书 叫selfish genes 就是从基因本身的角度 这是最底层最简单的 这么一个一层的解释 用这样的一个解释呢 可以覆盖所有的动物的利他行为的这种原因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原因 那么当然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假设是一个准确的正确的 对动物行为的解释 你把它提升到人呢 就变成人的这种同情心 怜悯心 怡情心 合作 互惠 各种各样的这种人的这种高尚的道德观 都可以追溯到这样的一个自私的基因的 一个基本的原因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 这一节我们基本就是说 通过不同的动物的这种利他的行为 我们来看呢 就是利他行为 不是一个人本身特有的 而且呢 他是在不同的动物 不同的这种 这个动物的本能上呢 有不同的表现 而下一节呢 我们继续沿着这个话题呢 就是看一看这种族群选择和这个 血亲选择 就是King Selection和Group Selection 这种选择 他的这个本身的机制是怎么来的 好的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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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